各位嘉賓 媒體朋友們 今天我們紀念開羅宣言簽署80週年 並且重申一個不可被否定的歷史事實 台灣與澎湖群島的主權 不是會定 而是明確的屬於中華民國 1943年的開羅宣言 如中華民國 英國 美國共同發表 明確指出 日本應該將它從中國佔領的民國 包括台灣 澎湖群島歸還中華民國 此後1945年的澎湖群島公告 再次確認了開羅宣言的原則 而就實際上的合約 雖沒有明確指出台灣歸屬 但隨後的開退合約中 日本則放棄對台灣與澎湖群島的 一切權利 權益 以及阻擋 開羅宣言是中華民國 歷史上的重大時刻 正式要上國際舞台的象徵 代表著抗戰勝利 跟國家主權的恢復 當時的中華民國 不僅僅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 更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 這種國際地位的象徵 不僅反映了中華民國的國際影響力 也是對我們法理地位的國際等 在這個背景下 任何否定中華民國擁有台灣主權管轄 主張台獨的政治語言 都是對我們歷史和法理地位的無視 特別是民進黨跟蘭清德先生的台獨主張 不僅無視於意思事實 扭曲解骨當時的國際環境 更是對於台灣人民的決議 而未來造成嚴重的威脅 我們必須明白 台灣的未來很安全 唯有在中華民國的框架下 才能得到保障 台獨帶來的只有兵凶戰危 台獨的目的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所以要全面否定台灣主權未停 因此在開閣宣言 簽署80周年之際 我再次重申 台灣及滕湖群島的主權 無庸置疑的屬於中華民國 只有中華民國才能真正保護 我們的主權和尊嚴 才能確保台灣的穩定和煩柔 謝謝大家